当你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没有感觉到疼痛继续跟偷车贼交火 直到偷车贼被拘捕 约翰才发现自己腿部中枪 腿一软就跪到了地上 然后迟来的疼痛让他生不如死 美国有一名重弹的士兵在回忆录中讲述 当子弹打穿他的肚子闯入他胃部的瞬间 他首先感受到巨大的冲击力灌入体内 紧接着剧烈的疼痛袭来 就像有人用锤子砸在他中枪的位置 还有幸存者表示 被枪打中后就像有一群马蜂在不停的盯里 那种麻木的感觉会持续很久 这些中枪后的不同感受 其实是因为每个人中枪位置和子弹的大小不一样而不同 比如有人被直径22毫米子弹击中了小腿 却没有一点疼痛感 这是因为小腿上并没有什么重要器官 所以小腿中枪就没那么可怕 那么头部中枪会有什么感受呢 美国一名男子在熟睡时 被妻子不小心开枪击中了头部 他的妻子解释说 自己是在擦拭枪的时候不小心走火了 当然了 这个不小心是真是假 咱们不讨论 更离谱的是 这名男子醒来后都不知道自己中弹了 只是觉得头疼的不行 让妻子送自己去医院之后 才发现脑袋被打出了个洞 然而头部中枪 幸存下来的人不止他一个 很多幸存者说 自己头部中弹后除了疼痛 还会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 这种声音是什么呢 当你的脑袋中了一枪 你觉得自己能活下来吗 在枪击案盛行的美国 曾有一份数据显示 头部中枪后95%的人必挂无一 只有拿5%的幸运耳能奇迹生还 在头部中枪后会有三种伤情 贯通伤 盲管伤 和内反跳伤 不管是哪种 都一定会马上倒地 跟影视剧中 框的一下 直指倒地不同 真正的头部中枪 是迅速的瘫软下去 像烂泥掉下去一样倒下 倒下后 也不会有任何别的动作 而头部中枪 最后能否活命 最主要是看 中枪的位置在哪 大家也知道 脑袋是人体中 复杂且脆弱的一个部分 人的行为意识 都是被不同的大脑部位 所负责的 比如脑干 控制着人体的无意识行为 如果这里中枪了 就会原地死亡 如果是大脑中的杏仁盒和夏秋脑中枪了 那大家熟悉的失忆情节就会发生 被击中的人会因此失去记忆 另外 如果死弹从脑袋前面打出去 比从脑袋后面打进去的生还率还要高 这是因为 从前面出弹 只会打中其中一个半脑 另一半脑子是没事的 不过这样 即使能活下来 人体也会出现残疾或者心理疾病 因为人的左右脑控制着认知和语言功能 然而不管打中脑袋的哪个部位 中枪后的人都会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 这种声音像一种特别的铃声 像有人在你的脑袋里开了个闹钟没关 又像是蜜蜂钻到了你的脑袋里 不管这个声音到底像什么 它都会没日没夜的在你脑海中回荡 伴随着剧烈的头痛 失去数天 甚至数周 即使是之后痊愈 也会留下严重的创伤后反应障碍 听到稍微大点的声音 就会让他们害怕 大部分枪击幸存者都会一辈子活在这种心理创伤中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跟大家一起分享